大家好,我是卡姐 現在又是要開車的時間 在這段路上又跟大家分享故事 大家聽到就是當聽故事 曾經有朋友問我 他說,卡姐,其實有時真的覺得不懂怎麼說 你說憤怒好 還是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好像被人出賣 好像剎那之間失去了人對人之間的信任 我說,什麼事,說得這麼嚴重 他說,其實有些人是非當人情 有時大家在這裡聚,聚在一起吃飯 有時聊聊天,對一些人與事講一些看法 其實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有些人轉頭就會把這些當作是非 還有,有一些事情 他簡直都不顧後果 做出一些事,簡直好像是出賣了你 這樣做,他都不計後果 因為朋友之間有時清心直說 就不希望傳來傳去 如果這樣,未經我同意 又未知會過我,傳來傳去 對我好像有一種傷害 我聽了之後就彈笑不語 他就問我,啟姐你笑什麼?你好像幸災樂禍 我不是,不是幸災樂禍 我笑你今天拿了成績表 我覺得你交了學費 有時人太直白,太不懂人情世故 或是兩面三刀 你就當成績表演 拿一個教訓 所以我笑你今天 你總之交了學費 交了學費,就是你等於 你已經得了學習的過程 其实在人世间,在自己的岁月里面 经常会遇到这些事情的 那怎样处理的呢?就没得处理的 因为呢,你说出来的说话呢 就好像潑出了水那样,收不回的 如果人家加盐加醋再传出去呢 可能不是是非那么简单 引起可能你和第三方的朋友呢 可能是朋友都没得做 所以呢,既然这一次就是不知者不怪 那日后呢,你就会是大眼熄人的了 日后呢,你就会知道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也都认清楚朋友那种的人 因为呢,很多时候人家去告诫 我再告诉你,你是执迷不顾,你不会相信 当你痛了,别人踩到你痛了 那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 将来,你就会知道 怎样去和这一类人去打交道 怎样去封住自己的口 该说或者不该说 这次呢,就算了 就算了,就算因为这一位出卖你的人 令到你和第三方的友情没有了 我相信呢,我相信呢,日后清者自清 那有机会就解释了 没有机会的,那就随缘了 人就是一样的 其实,卡姐在这儿做视频 讲的所有东西呢 我都是不会指明到性啊 或者特指哪一个人啊 或者是讲这个人 很形象化的形容它啊 我相信我不会这样做呢 但是我会将这件事 转一个包装地讲出来 其实,亦都是我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人家认不认同那些呢 就没什么所谓 因为只是讲故事的形式 那你就可以当它是言情小说啊 或者是伦理的小说啊 什么都好啊 就是当一部书那样来看 其实我们书、小说、文学作品 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 所有的题材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 似曾相识 或者发生过 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来的 所以,我们讲话 就算你第三方、第四方觉得 哇,好像在影射我啊 或者好像在讲我啊 那这些呢 就是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啊 所以,就算他有这种感觉呢 我都讲了啦 如有类同,实属巧合啊 任何人都有权利 他觉得一切安好 这个呢,就是属于他的人生啊 特别在北美洲呢 每一个人都有去的私隐 或者私生活啊 他喜欢怎样过 外人 你就算做妈妈 做爸爸 你都不可以干涉他的啊 我们很多时候呢 讲话就是 讲事不对人啊 其实,你说 同一个故事里面 有没有人的经历啊 是相同的呢 我相信 万万千千啊 一定有的 但是 不等于是特止某一个人嘛 是吧 所以,也都不需要说太过去 在乎人家怎样去说你呢 是是非非的东西 我觉得 清这自清啦 但是,那些 喜欢出卖朋友啊 搬弄是非的人呢 他的损失很大 当他身边的朋友 个个都不认清楚 他是一个什么人 怎样的为人之后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 就会跟他聊天的时候呢 就会沉默的啦 就觉得 不信任啊 其实信任呢 是无价之宝来的 无论在任何的人际关系 包括你在工作上啊 包括你在家庭 和家人的相处啊 或者是在婚姻里面啊 为什么说这么强调一种叫做忠诚啊 就是如果失去了信任呢 一切都total loss 的了 没有人再相信你 也都 不会再跟你分享 他个人的一些感想啊 或者是一些感受啊 就没有人再跟你去分享的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希望 有一些 比较长久一点的朋友啊 不是说 EC come EC go 那只 几个月课仔啊 或者几年课仔啊 就 因为 这样的事情啊 你听完些东西 你又走出去 传给当事人啊 或者是传给第三方 第四方啊 这样 当人家明白你是一个 什么人的时候呢 大家呢 就会撂羞散的了 因为提防你啊 或者有些人就说 说这么多话 会不会是 这些事情在你朋友啊 或者是 哪个人身上发生过呢 那 是不是朋友呢 其实朋友只是一个代名词 如果是写小说的 你会按一个名字给他的嘛 一个小说的主人公啊 那你会是写一个名字的嘛 但是你视频 你是短短 十几二十分钟 怎么每次按这么多名字上去呢 你只能够 有个朋友是这样 有个朋友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 可能他就不会 哇 你听听完是否出卖朋友 No 不是 只是用朋友这个名字 那又怎样 每一次都按一个名字 那真是 很废杀私梁啊 今次是张三 下次是你四 那样 那只是按名字都头痛 是吧 所以呢 笼统的去聚述一件事 一个故事呢 就用朋友 用朋友来开头 讲这个故事啊 那就 不是说 把某一个朋友的事 搬来这里讲 至于你说 有没有人 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这个大千世界 真是很难讲 所以 有时 听故事呢 就只是 好像当小说那样 我一直都在那里讲了 我可以写很多本小说的 因为 在这个城市 生活得太久了 见到形形色色的事情 无论是时事也好 报道也好 这个城市 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 有些事 可能都不是 今时今日发生的 那就以一个 故事主人 这样的开场白 来聚述这件事 我觉得呢 就是 我会是这样做 但是可能很多来 听这个视频故事的人呢 他就在那里想 幻想啊 是不是又是 搬朋友的东西上来讲呢 这样 其实故事真的很多 多到不得了 多到都讲不完 为什么琦姐有那么多东西讲呢 以前 我每天都看几份报纸的 报纸里面 不但有新闻 有社会版 娱乐版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有很多的 案件 形形色色的东西 还有些小说的连载 所以呢 串连回呢 就是一个故事的了 其实也都有很多人 是私讯琦姐 有很多东西 他都希望琦姐去解释给她听 那我也都问过 如果是差不多这样的 可不可以在这个视频里说呢 因为 这些人都非常信任我 在这里呢 我从来都没有说任何人的名字 也都没有说任何人 住哪 姓什么 名什么 这种的形式呢 朋友也是信任的 其实信任是值千金的 当失去了信任的时候呢 我相信 我相信招致很多的麻烦 打个比方 每一次回来加拿大 或者入美国国境 你都要如实地去申报你所有边境官员提问的东西 如果你又一次骗她呢 那这个记录就真的跟你很多年 所以这一件事呢 就无谓了 是吧 还有就是 失去了信任呢 朋友都没有的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 吃一亏就掌握一致 无论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都好 就当一个教训 日后呢 你就要是 有一种要君子之交淡如水 因为呢 人品啊 性格啊 你可能和她相处一段时间 你没办法去看得透她 或者也有些人呢 真的人到中年的时候 他整个性情啊 性格啊 可能因为她的环境的转变啊 而变得是有少少不可理喻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人呢 一定要培养自己 有一种孤独啊 离群啊 你有一些时间是 被自己去孤独那样去过你的岁月啊 因为呢 你经常性很热闹啊 一大班人的时候呢 有时真是喝大了啊 言多必失啊 我有时呢 都会看《孤独的美食家》 是吧 日本的那部电视剧啦 我又觉得挺好的啊 真是孤独形容词呢 很高贵的 高贵的孤独啊 孤独的高贵 真是的 其实 孤独也是 与自由挂勾的 不妨试下啦 我很多时候呢 都是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去看电影 一个人去吃饭 你说 琪姐 你不是有家人陪的吗 因为家人的工作很忙的时候 你每一天就 你几点回来啊 你几点可以陪我啊 你可不可以说什么我听 买个电影票 在那个时间 你可不可以一起去看啊 你是给了对方一个压力啊 对方他要做事 而且他那份工作是救人的 那你如果约了他 买了电影票 亦都订了餐 而他没有办法 离得开那份工作 可能那一晚 他要看着病人 又要查房 很多时候 医生呢 有时查房都查得很晚的 要follow up他的case 那你就等了 你是不是在那儿 拔长条颈来在那儿等啊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独立呢 我相信呢 你的另一半也都很欣赏你 也都觉得你是成熟的一个人 你不是说十六七岁拍拖那个时候 天天就好像贴身高药那样 令到他是很有压力的 因为大家都成年人 是吧 当然他陪得到你的时间呢 会全心全意去陪你的 你在那个moment呢 也都放下了你所有的 什么拍视频啊 什么做任何的事 你去和你另一半呢 就真的要有一个 很有质量的那个时间 去相处 这一样东西就已经是足够的了 不是说二十四小时 这样去贴身高药那样 如果 也都是说回刚刚那个话题了 失去了信任呢 就有一句就是 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 是吧 现在阿卡姐在看这对鞋 这对鞋我都挺喜欢的 羊仔皮的 那现在有打折了 有特价了 那看一看 试一下先 今天我都打算过来 买回两三对鞋 我始终都是喜欢高跟鞋 那样 或者很多时候 那些朋友 见到卡姐 你都很多时候 是穿球鞋出来的 是的 因为日头呢 真是 走慢步路的时候 你如果穿对高跟鞋 你真是走不了 少少你就已经是 将对鞋脱了去了 但是 为什么卡姐 都很欣赏一些 漂亮的鞋呢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和家人去吃饭的时候 怎么都要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年纪大 没有问题的 老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一定是要 干干净净 喜欢穿高跟鞋 就高跟鞋 整理一下 也没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 在周末呢 跟家庭朋友 或者是外子的一些好朋友 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真的都要 整理一下 走不得多远的 下车就入餐厅 可以的 今天呢 就下午了 下午也是和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回计师 一起吃饭 这一家呢 就是竹面馆 猪颈植炒豆子 很好吃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椒盐排骨 也是很好吃 有谈有讲 不是说去报税 才是找回计师的 平时都 很多时候都是 一起约吃饭的 已经成为朋友 这些就是友情 今天的分享到此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